大家我是Paul 周到周英文一起讀 健康可乐 这个Healthy Coke 我听说在TikTok上正夯 那真的是可乐吗 它并不是用可乐当做一个基础 去调配出来的新饮料 不是 或者就我也不是新饮料 用可乐调配出来的一种 其他的一种alternative 或者是他的一种variation 不是的 它是一个完全不是可乐的东西 只是他们说喝起来像可乐 所以这个玩意儿 我就先说清楚吧 它是用一种醋叫做Balsamic Vinegar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浓稠的 浓稠感的醋 那就是味道也蛮强的 所以那总之你知道 它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糖在里面 我们知道可乐这种饮料 之所以不健康 就是因为含糖量太高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们喝的一个铝罐装的可乐 300多ml的那种 据了解好像 你如果去分析它一下 它的含糖量是8茶匙 你想想一下teaspoon 然后8个teaspoon的sugar 停下来就觉得很可怕 所以至少这样子的饮料 是含糖量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Balsamic Vinegar 这个醋 加什么东西呢 加Sparkling Water 这边字很小 但总是气泡水 那再加冰 那喝起来呢 据说就跟可乐口感很像 所以这个The So-called 俗称的Healthier Coca-Cola Trend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报道 好 我们用这个文字来看就好了 So make the rounds 这个make the rounds大概没有 算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concoction 所以其实就第一段 我就念一下给你听 这边有 The Latest TikTok Trend is Healthy Coke which has caused an uproar over the messaging behind it plus the strange concoction itself 所以造成了一个uproar 就网络上 整个沸沸扬扬的 所以uproar roar这个字就是 动物的肺脚 叫roar 所以造成了uproar 在它背后的一些讯息 以及这个本身 它这个concoction 就是蛮特别蛮奇怪的 concoction这个字 你可以 它的翻译叫做炮制 就是你自己制造出一个东西来 所以这个vinegar 加sparkling water 加ice cubes well that's your concoction 像我记得 以前我们很喜欢玩一些 很白吃的东西 就我们去吃那个 吃到饱的那个buffet的时候 那饮料就给它乱加 各种可乐 加醋 加糖 加什么一大堆的 加盐 不是加盐 加那个酱油 然后加醋 全部混成一杯 然后就是 大家柴犬输掉 把它喝掉 所以你凑出那杯 喝了它 一定会绕菜的 一定会绕菜的饮料 那个就是一个concoction OK concoction 所以你自己 制造出的一个 特别的什么东西 叫concoction 然后另外讲一个 制作比较 就是contraption contraption一般来说 它可以翻译成 是某种特别的装置 OK contraption 那跟concoction 不太相同 我觉得 OK 不太相同的地方 在于contraption 比较像是 假设你今天 I don't know 你特别设计了一个 特别的机器 然后那个机器可能是 你知道我脑袋想到什么 你知道吗 很下流的东西 有一个片叫做 Borat Balat 然后什么一个 哈萨克青年 然后什么 跑到美国来 什么干嘛的 那那个片 很喜欢搞一些 那种奇怪的 那个 情色边缘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就很好笑 所以他跟他的 那个经纪人 他们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像是 打炮机的东西 装了一个假吊在上面 然后在那边 动动动动动 然后故意 叫那个 故意惹的那个 hotel security 跑到他们房间来 故意让他看到 然后就去拍那个人 看到这个很奇怪的 contraption的一个表情 这样子 所以然后那个人就报警了 他就说 我们这边有两个特别的客人 他们有些奇怪的癖好 他们房间里面有个 什么特别的contraption 好像拿似来拿来 打炮用的这样子 对不起 我这个例子举得有点白烂 可是总之 那样子的东西 就叫做contraption OK contraption 那再换一个好了 像例如说 我讲换一个比较 这个没那么过分夸张的 像你知道外国很多家庭 是有楼梯的嘛 对不对 那老人家有时候上下楼梯 膝盖不好 不太能怕 所以就有人很特别的 很有智慧的 设计出一个 就像一个椅子 然后那个椅子 黏在那个楼梯旁边的扶手 那它是有一个轨道的 所以那个椅子 可以让老人家坐着 然后它就会像一个 像是电梯一样 像是一个送货的东西一样 那它就可以让老人家不用爬楼梯 坐着那个东西 它就可以 这样就把你运下楼梯 运下楼梯 然后你可以坐上去 把它运回去 所以它是有马达在 在里面可以跑的 你就可以觉得 那个东西就是一种contraption 我扯了半天 大概懂了 anyway 那我们就往下看下去 要是你没有听过的话 这是一个 它说的 它说 It was a healthier alternative to the soft drink 所以这个 alternative的话 替代方案 所以alternative to something 固定的阶系词 所以它能够取代软式饮料的 就我们刚刚讲的 可可乐之类的 所以这个 the beverage mixes ice balsamic vinegar and sparkling water 就这三样东西 冰刚刚讲的那种特殊的醋 跟气泡水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认为 喝起来很像可可可拉 so the idea is that the mixture is supposed to taste like coca cola 嗯 alright 好 那 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这个篇文章有点想探讨这个 so it is no secret that drinking sodas regularly isn't the best thing for your health 所以没有 这不是秘密 就是喝可乐 喝苏打 喝苏打 因为其实可乐这个词 我们也常常常用soda这个词来称呼打 虽然soda你可能会理解为苏打水 可是总之是一样的东西 总之就是冒气泡的东西 所以drinking sodas regularly isn't the best thing for our health for our health 所以对我们健康来说 这不是最好的 but is it really worth substituting it with a vinegar based drink 是不是值得把它替换 用什么替换呢 用一个以醋为基础的饮料来替换它 所以substitute这个字 不是很好念 substitute 就是替换掉 所以这边也分享一下 一个发音上的一个小小的诀窍 那我相信很多英文老师都跟你说过 你在讲英文字的时候 嘴巴要开大一点点 你看我现在在讲中文 如果你有看荧幕的话 我现在在讲话 嘴巴有没有开大 其实没有 我们中文事实上是可以 嘴巴开小小就可以讲得清楚的 可是英文字 有些字 你如果不把它开大一点讲 你真的会讲得不够清楚 例如像个蝴蝶音那种字好了 像我很生气或者疯狂 mad 你如果嘴巴不开大 mad 那听起来就像说med 就错了 mad 像这个字也是 如果你嘴巴愿意开大一点 substitute substitute 那个titude的部分 你开大一点一定可以发得清楚一些 titude 那嘴巴小小的titude 会发得比较不清楚 so substitute 就是替换代换 所以像代课老师就叫做substitute teacher OK 那你篮球场上换人下去 you're substituting a player a with player b 所以大家听懂 所以值不值得用它来替换 这个可口可乐呢 好 所以继续看下去 所以 我们还有一个词 kambucha 这个字好像现在 没有出现在这篇文章里 好 那就算了 所以我在 我之前有看另外一篇文章 他有讲到说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特殊的引力 你要出现在市面上 所以其中一个叫做kambucha 那个叫做kambucha 如果你知道的话 不错 我可以稍微给你看一下 大概是这玩意 这个是中文的报道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它不是一种茶 是一种菌类 然后就发酵饮品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kambucha 所以是一种新饮料 那我本来另外一篇文章有 但是现在这篇似乎是没看到 那无所谓算了 但是我们还是一些字要看 就是 他认为这个饮料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苏打 它跟soda一样 一样是酸的 所以 那你知道碳酸饮料酸性的 所以这个醋的话 更不用说也是酸性 所以酸性叫做acidic 那碱性叫做alkaline OK 所以也有一个这个字 在这边alkaline 好 这边读一下好了 So similar to other carbonated beverages healthy coke is highly acidic 所以就跟其他的carbonated beverage一样 carbonated就是碳酸饮料 carbon这个只有碳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healthy coke也是高度的acidic 很酸的 every food and drink has a pH value that indicates how acidic or alkaline it is 这个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字 所以每个食物跟饮料 事实上都有一个ph值 酸碱值 就能够指出他多酸或者多碱 所以acidic是酸 碱就是alkaline 好 认识一下 alkaline 那你想说可能举一反三 不是有东西叫碱性电池吗 没有错 那个就叫做alkaline battery 没有错 好 所以为了要判定出 这个他的acidity level 所以acidity就是酸的名词 所以要判定酸的level的话 这个产品通常就会 反正就是测试一下 你知道思维世纸啊 什么干嘛的 好 然后这往下看 我们要看到的字就是 下一个就是 你如果吃酸的东西 我还要上牙齿 对不对 所以 这边要看到 所以这个 highly acidic beverages can erode tooth 这个不是animal 你可能会有一点 有一股冲动性 要把它念成animal 因为e 然后namal animal enamel enamel ok 所以tooth enamel 那enamel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法郎值 这样子 ok 所以酸性饮料会伤害你的 会侵蚀你的法郎值 erode 我不知道用corrode 会不会是比较好的词 说真的 erode这个字叫做 侵蚀 那corrode叫做腐蚀 所以酸性的东西呢 我觉得腐蚀说不定会比较准一点 但无所谓啦 他用了erode 所以这个acidity beverages can erode tooth enamel ok 这enamel 就是刚才强调一次 这是那个法郎值 而且他还会干嘛呢 他会让你那个食道不顺 ok 所以这个 esophagus 就是你的这个食道这样子 ok esophagus esophagus 所以打出来给你看 esophagus 那而且呢 他会让你有更糟糕的那个 我们叫他胃食道逆流 所以那个胃酸反逆流 这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字叫做 acid reflux ok acid reflux 胃酸逆流 ok 所以伤害你的这个enamel 伤害你的esophagus 然后会造成acid reflux 胃酸逆流 好 cool alright 那还有一些也是fancy的字 不过这边好像也没看到 如果你一定要讲胃食道逆流的话 所以这边有一个 gastro这个字就是胃的 所以gastroesophageal reflux 所以这个esophagus变成形容词 esophageal 所以gastroesophageal reflux 也可以讲这样一个比较fancy的字 那我讲到这里 我们再多讲一个词好了 就gastro竟然是胃 对不对 gastronomical 有这么一个字 你觉得跟胃有关吗 当然还是有 因为gastro开头 可是它的意思是美食 ok 吃饭红带大 然后你有一个皇帝的胃之类的 gastronomical 所以gastronomical delight 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是美食 ok 那一般美食还有另外一个字叫gourmet 这个词t是不发音的 它就念做gourmet ok so you can enjoy gourmet 享受美食 那你如果是一个爱吃美食的人 你可能可以叫自己foodie 也是一个蛮常见到的字 if you're a foodie you enjoy gourmet 那再多讲一些词好了 就料理方面的一个词可以叫做 这个词 它可以念成culinary 也可以念成culinary 都听过料理的 所以这个料理学校 culinary program culinary school 没问题 我很多学生去读这个 说真的 不管是去澳洲 或者去瑞士 什么这样 欧洲之类的 culinary 然后像 哇 讲不完了 再讲下去也可以 就菜肴 这个字 你可以念做cuisine 你也可以念做cuisine 都是对的 ok 好 就好像没讲到这个可乐 总之啊 反正就是对你的这个enamal不好 对你的这个 这个gastronomical 对你的这个esophagus不好 对你的食道不好 好 所以 似乎好像没有很建议 这样 那边有了 对不对 for someone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好 这边就是威士党逆流 所以你要是有这样的威士党逆流问题的话 你吃酸的啊 或者是那种会发泡泡的饮料 多半都会造成acid reflux ok all right 所以 你会不会有兴趣喝喝看啊 我首先你得买得到balsamic vinegar 我都还不知道买得到 应该买得到 我现在台湾哪有什么东西买不到的 所以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喝喝看 你可以来下面留个言说一下 好不好喝 那我自己的还是不会喝 我没有那么有实验精神 but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you know give it a try so we can talk about it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 好了 我是Paul 今天讲到这里大概够了 虽然说短短的 but you know should and sweet ok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